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255 我們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是一種生活在北極圈的海陸兩棲哺乳類動物 極可能是因為《曼德拉效應》才出現現今的新現實 它就是海豹 雖然海豹生活在北極圈,而香港則為淵涯而帶 但是相信香港人對海豹並不陌生 因為香港有一座世界文明的海洋公園 並設有海豹主題活動區親親海豹 公由人近距離親身接觸海豹 並且,剛剛出生的幼小海豹外形翠至可愛 有一層純白色的毛非常美麗 所以見過海豹的人亦一生難忘 剛剛出生的小海豹會長著白色毛 而成年海豹的外表則是深灰色或灰色大斑點紋 但是,大家有沒有見過白色粗線條紋的海豹呢? 按現今現實記載 橫海豹的外表是黑色的毛加上粗線條的白色條紋 外形非常獨特,就好像北極海中的紅貓 只要見過一次都必定畢生難忘 但是,你以往有沒有從任何途徑 例如電視節目、書籍或網上平台 見過這種黑白兩色的橫海豹呢? 橫海豹有稱大文海豹 是海豹科的一員,屬其足阿牧,出沒於北極地區 成年環海豹有黑色皮膚,加上四個白斑紋 一條環繞著頸部,一條環繞著尾部 新區左右各有一條,又前期作為起點 在新區兩側繞一大圈 紅繩身上黑白分明,之性則相對地沒有明顯的對比 當錯聖環海豹活了白色羽毛之後 背部就會轉為藍灰色,腹部則變成銀色光澤 隨著長大,四歲後的白色斑紋就會開始明顯 黑的會更黑,白的會更白 按現今現實記載,自1950年代開始 蘇聯捕獵海豹的雙船,為了還海豹的蒲薇 油脂和肉,每年獵殺6500至23000隻 1969年,蘇聯限制捕獵海豹之後 數目才再次回升 到了蘇聯解體之後,更全面停止捕獵活動 現時僅有一些零星的北太平洋拖船 偶爾會捕獵還海豹 所以,現時全球的環海豹數量已升至約25萬隻 故此,有著黑白線條,外形獨特的環海豹 在現今現實中並不稀少,有25萬隻之多 但是,為何絕大部分人的記憶中 都從未見過這種有黑白線條的環海豹呢? 假如你以往從未見過這種環海豹的存在 極可能是因為曼德拉效應才導致他們的出現 第二個個案,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巨型石雕 既落於美國南達科他州基斯通附近的美國總統紀念館 俗稱美國總統頭像山的拉薩莫爾山 眾所周知,四座高達60英尺的美國史上著名前總統頭像 分別是華盛頓、傑佛遜、魯羅斯福和林肯 1885年,紐約著名律師柴爾斯伊拉薩莫爾 以其姓氏拉薩莫爾 命名南達科他州布拉克礦山附近的一座花崗岩山 幾十年後,拉薩莫爾山被謂為國家紀念公園 拉薩莫爾本人也捐助了五千美元 當時在山上建造雕塑的初衷是為了吸引更多遊人 但該計劃引罰美國國會和時任總統卡爾文 拉薩莫爾之間的長期爭論 最終,計劃得到國會批准 工程於1927年開始,1941年完工 時至今日,拉薩莫爾山不僅成為世界級旅遊勝地 更成為美國文化中的美國總統象徵 然而,大部分人的記憶中 美國總統頭像山只有四位總統的頭部 但現今現實中,最左邊的華盛頓雕塑 在頭像以下竟然還有上身的禮服 而最右邊的林肯 除了頭像之外還有手部 但很多人的記憶中 以往從未見過這四個頭像有頭部以下的部分 你的記憶中,這四個美國總統頭像 有沒有頭部以下的上身和手部呢? 我會看到這四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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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 and it features about 60 foot high granite faces that depict US Presidents 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braham Lincoln. Now I want you to take a minute to picture Mount Rushmore in your mind. What does that look like?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Mount Rushmore. Here it is. Do you see anything that seems out of place or odd? Okay, now I will tell you the thing that people are saying has changed is the coat that George Washington now has or apparently has always had. People are saying that that was never the case. That the sculpture was just the heads. However, I remember a while back I watched a documentary about Mount Rushmore and I remember a few things. One, Mount Rushmore was very difficult to sculpt. They had a lot of troubl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t. I remember them going over budget. I also remember that the original idea was to build the whole body, not just the heads. However, once they started sculpting the heads, they realized how big of a task that was going to be. So they abandoned the project, but they finally did manage to complete the heads, and it's what we see now. But I certainly don't remember this coat ever being there. And another thing I don't remember is if you take a look at Abraham Lincoln's sculpture, you could see his hand. They were already starting to sculpt his body, and you could see the hand there. And I also don't remember that hand being there. But that might just be me. 另一個YouTube影片中,觀眾為此投票 從未見過四個頭像以下,還有上身衣服和手部的話, 就投向下的手指甲。 相反,一直以來都記得頭像以下,有上身衣服和手部的話, 就投向下的手指甲。 結果,超過九成觀眾,表示從未見過頭像有上身衣服和手部。 只有少於一成觀眾,記得頭像生一直以來都刻有上身衣服和手部。 非常明顯,著名於世的美國總統頭像生的外形,已經出現了曼德拉效應。